不断上升通膨飙涨的物价让大家很有感 且根据主计总处统计 106年每人每月总薪资为50480元 到了111年为57718元 6年期间增加了7310元 但若考量通膨因素几乎没有成长 近两年实质薪资还呈现负成长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提出中小企业发展条例 第36支二条修法草案 鼓励中小企业对员工加薪 加薪部分扣底费用从130%提高到200% 对24岁以下年轻人加薪将提高到220% 我跟费员有共同提案 党头有提案的版本 就是我们要修中小企业 各位 中小企业占全部的加速98%以上 98%以上 各位 197万家的中小企业 我们要修中小企业发展条例 第三十六条之二 就是鼓励他对员工加薪 他加薪的部分 让他扣底费用 100算130扣底过去 过去 这也是我们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我们修的 现在我们把它提高到200% 就是从130提高到200% 而对于24岁以下的年轻人 提高到220% 这是我们具体的主张 那么也提案了 也一睹了 我们希望尽快的 经济委员会能够排审 我们也希望呼吁执政党 这好事啦 大家一起来支持 让广大的中小企业的员工 能够有点机会 多一点的加薪来对抗 这个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真的很严重 跟通货膨胀有关系的 西里亚关系的痛苦指数 已经超过6.5 几乎是最近最高的 老百姓真的过得很辛苦 而且要面对缺电的问题 而且4月份以后可能要涨电价 否则台电可能要关门 这个都是活生生的例子 所以我们再次呼吁 我们这个条款 中小企业发展条例 修36-2 证明中我们的总招 也要提本本 我跟费委员两个 我们联系联锁提案 36-2这个条款 请朝野立委一起来支持 立委费宏泰说 国民党团也提出 证券交易法第14条修正草案 应揭露公司薪资报酬政策 全体员工平均数 中位数和调整情形 上市贵公司年后盈余 拨一定比例为员工加薪 目前上市贵公司 都是拨千分之二 作为员工加薪 他建议提高十倍到百分之二 这张相片我手机里 大家看看 这个五花牌跟纸牌 这是前天我在光物市场拍的 现在五花牌纸牌一斤 一台金卖多少钱呢 跟各位报告 260块 一台金五花牌纸牌 现在一台金是260块 我想猪肉 猪肉跟蛋跟蔬菜 是大家每天可能都必须要吃的 你觉得 跟各位报告 在去年脚外选举的时候 我排下去 这个才200块一斤 现在变成260块 那几个月 这就是市场真实的状况 我们实质薪资 尤其是你看 当疫情爆发以后 2021年 2022年 我们实质薪资 是负的 2021 2022 实质薪资是负的 而且从 从疫情的 2022年 急需的往下降 那刚才我们对比 我们的 我们的物价 猪肉来看 这个感受 我相信大家 就了解我们今天 为什么要开张的日记 我们都 我们带来推这个 证券交易法第14条 我们要想要修订 就是应揭露公司薪资的报酬政策 全体员工平均数 及调整情形 董监事的个别酬老 我是建议日后 要公布这个数字 除了讲平均数之外 还要讲中位数 或者是中位数都可以 因为刚才我秀给大家看 有平步悬殊 也许是一个公司里面 一万人 有两百人 三百人 薪资很高 但是平均下来 好像还不差 所以我们看平均数之外 还要看中位数 还要看中位数 当然 我们从个字法的角度来看 董监的酬老要公布 但是我们可以去识别化 现在一般的公司 一般的公司上柜上市公司 当然 我们总招 做过中华民国 有史以来最优秀的金管会的主委 他对这业务非常的熟 一般的公司 都是提拨千分之二 他盈余的千分之二 作为我们提高员工加薪 加薪的资用 我们在我个人那边 很强烈的建议 多个十倍 提高他的百分之二 从千分之二到百分之二 作为他的加薪资用 国民党团也提出公司法第235 组织一条第二项修正草案 前章城明定因分派员工酬劳之 当年度获利状况之定额或比率 不得低于统业平均加薪比率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